自疫情开始,西班牙的生育率就开始走低,连续负增长 除了受新冠影响外,结婚率及生育率降低也是重要原因 因此,马德里大区主席Isabel Díaz Ayuso宣布了一项福利计划 为年轻母亲提供最高1.45万欧元的生育补助 就在前日,马德里自治区政府全会通过了对马德里年轻母亲的补助项目 明年起,马德里为年轻母亲提供最高1.4万欧元的生育补助 30岁以下妇女生一个孩子便能获得1.4万欧元的补助 款项支付方式为每月500欧元,连续发29个月 富含孕妇从怀孕第5个月到孩子满2岁的时间段 那么需要满足的条件有什么呢? 1.年龄在30岁以下 2.在马德里大区登记住家证明超过10年 3.个人年收入不能超过3万欧元 获取整个家庭单位的年收入不得超过36200欧元 马德里大区政府说,明年年初起 达标母亲可以通过马德里大区官网的电子办理系统 申请这笔失运不足 大区政府在此项目的投入为2000万欧元 马德里大区政府为该计划投入2.5亿欧元 预计每年有1.2万至1.4万年轻母亲从中获益 借此机会希望能提高生育率 乡亲朋友听到这里的小伙伴 一定和我一样流下了心酸的泪水 单身狗是不是就是领钱有缘无缝了呢 No,No,No,BigDice给大家分享福利 不用买西班牙圣诞彩票 就有机会赢得1000欧元的奖金哦 这个12月Revel的圣诞轮盘回来了 点击Revel的圣诞轮盘就可以赢取礼物 货款回家还能自动参加超值进行抽奖活动 最多可以赢取1000欧元的奖金哦 链接我就放在屏幕下方啦 那么如何参与呢 每转账100欧元即可自动获得一张抽奖卷 汇款越多中奖机会就越多 等于问 试探新的汇款就选Reve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